法谷山花莲金社文化艺朗邀请到西宝国小学童 以回栏山间为题的绘画进行连展 29号举办开幕茶会 小朋友们把春天意象透过画笔创作出美丽画作 为期一个月的展览 欢迎大家可以前往欣赏 会在中央路四段去年落成启用的法谷山花莲金社 29号的下午在二楼文化艺朗首次举办艺文特展 14幅西宝国小学童绘画成作 可以感受到春季百合齐放与森林之美 西宝国小校长李聚成 感谢法谷山花莲金社提供这么好的场所 可以让孩子们的创作展出 不只是透过别人来看见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去看见我们自己 我们可不可以愿意好好的去 欣赏我们自己的画作 然后把它分享出来 孩子今天帮我们做了这件事情 他们在自己的画作上面 就是这样子的一幅画 他想要表达的意境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展现 他们把它展现在那个场面上面 这是就是自己发表自己想要讲的事情 然后上次是直接把那个画这样出去 法谷山花莲金社长空法师表示 花莲金社是都会行的现代寺院 去年落成启用之后 职场举办心灵生命成长的课程讲座活动 欢迎花莲商亲能来金社共战法 小朋友来这边 然后我们也接触不同一个面向 然后像我们可以欣赏就是像师傅学习 他能够接引小朋友年轻年长 然后就是任何需要活法 我们都很就是欢迎他们来金社 那就是把我们支付的理念啊 精神啊然后借着一些活动 然后可以把它推广出去 这也是个三小方便 我们就本着这个精神来地以花莲 首次举办的西宝绘画连展 展期是一个月 欢迎民众走进法谷山花莲金社二楼文化艺廊 以放松的身心欣赏画作 并且共同实践心灵环保 记者花莲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